海巡署在金湖镇金门港的廖罗码头办理 109年下半年暗计救生救难演练 有效提升单位救生能量 强化搜救应变能力 这回演练动员海上舰艇两艘 警备砌机车19台 参演人员总共23人 还有相关与会来宾总共38人 演练的场面非常的逼真 在渺渺逼争的危急状况 救难人员利用各项禁案救援装备 出动海上艇车发挥团队合作精神 成功地化解危机 实施救援 在人员入水后 由带队官进行全程严密观察救援者通牌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则立即派遣案上预备人员下水 现在第一名逆者正由案替救援人员参伏上岸 在经过统计 海巡署执行海上救助每年约500件 其中又以人员落海案件高达50%以上 所以为了确保民众从事各项水域游戏活动之安全 特别与交通部航港局 中部航务中心进行研商 共同办理这场救生救难演练 必以民众落海救助为题 验证通报作业程序 现场指挥 区域调度 以及海面人员救助等科目 进行实兵操演 来强化各项通报机制 与搜救应变的效能 海巡署表示 为了配合行政院向海致敬政策 藉由这回演练 继续强化各项的救难机制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使民众能够安全地近海 近海 和我们海巡 共同向海致敬